今年第10号台风麦德姆已经在下午2点增强为中度台风 侵袭台湾的几率也增加 气象局也大幅修正路径 至于会不会影响台湾 就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最快21日晚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也不排除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可能 西太平洋上前一个台风雷马逊前脚刚走 目前在台湾俄罗比东南方大约1670公里海面上的台风麦德姆 已经在周六下午2点增强为中度台风 以每小时11转16公里的速度 持续朝台湾东南部海域接近 台湾气象局预估 麦德姆影响台湾几率增加 现在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如果高压增强 麦德姆可能会往南偏 通过台湾南端近海或巴士海峡 如果太平洋高压减弱 不排除往台湾东部入侵 以目前的行进速度 最快在21号也就是下周一才能确定 22号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台湾东部北部将转为游雨天气 新唐野的电视这里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